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博奖 小编C 念水啸 第524章 危险的败驰天 莫无忌还未开口 已经感觉到了杀意从心底升起 尽管眼前的败驰天并没有一栋分号 但莫无忌仍旧毫不犹豫身形一摆 直接瞬移离开原处 瞬移是他的底牌之一 此刻尚未开打 莫无忌就施展出来 那是因为他对危险非常的敏感 几乎就在莫无忌一开的瞬间 一道灰色电芒 直接将莫无忌留在原地的影子划破成为两半 莫无忌心里一惊 这才看见站在停留于远处的一只奇怪妖兽 这只妖兽的脑袋就和蛇的三脚脑一样 最奇特的是 这妖兽头顶有一道数尺长的刀关 莫无忌确定自己没看错 就是刀关 这刀关即便是他的神念扫上去 也能感受到一种冰寒的杀意与杀气 这妖兽足足有一米五左右 通体都是灰色 除了三脚脑袋和刀关 居然只有三只脚 这么大的一个家伙刚才偷袭他 他居然到了最后罐头才察觉 若非他有瞬移手段 恐怕就算是察觉 也得被这妖兽得手 这让莫无忌想起了他的甩锅 这东西似乎比他的甩锅力还多了 见莫无忌躲开了自己的刀关手偷袭 拜尺天惊一出声 他刚想寄出法宝卷住莫无忌 就感觉到一道灵力的刀光直披而来 灵力强悍到极致的刀光 几乎锁定了周围拜仗方圆的空间 一种让人窒息的死亡 笼罩住了拜尺天的身心 这哪里是一道刀光 这简直就是碾压空间的刀器 仅仅这一刀 拜尺天就知道他被莫无忌骗了 在攻击护震的时候 莫无忌怕是连三成实力都没施展出来 这种实力不是比他差很多 而是半点不比他差 甚至比他的杀意还要来的强 原以为杀掉莫无忌是很轻松的事情 但此刻拜尺天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白痴 若是之前他知道莫无忌如此强大 就算是他要对莫无忌动手 也不会只是自己一个人前来 可现在他没有了任何的退路 拜尺天的领域狂卷伸张而出 他要用领域碾压住莫无忌 然后祭出自己最强大的神通 同一时间 拜尺天的刀光兽也扑向了二人的领域之间 在拜尺天看来 哪怕莫无忌的仙缘再浑厚 他的领域也比自己的玄仙领域要弱 只要能将莫无忌这种疯狂的势头压制下去 他就可以重新制定战略 两人的领域绞杀一处 拜尺天当时感觉到自己的领域 犹弱陷入一个绞杀空间一样 一种漩涡式的力量席卷而至 将他的领域慢慢吞噬嚼碎 他悬仙修为的领域 竟然比莫无忌的金仙领域还要来得弱上一些 这怎么可能 他好歹也是一个顶级的星级天才 刀芒忽然收拢 轰在拜尺天祭出的赤铜精棍上 漫天仙缘炸开 拜尺天感觉到一股犹若红桃倾斜的 仙缘力量澎湃而来 他的仙缘爆棚而出 同时将一枚俘虏抓在了手中 随即他就看见莫无忌 好像断线的风筝一样 直接被轰飞了出去 惊慌中的拜尺天心头一松 原来不过是个营养辣枪头 只见一道血光飘射而出 莫无忌这才落在了地上 你 拜尺天双目赤红紧盯着莫无忌 直到此刻他才明白 为什么刚才莫无忌如此不济 原来他是故意的 刚才莫无忌要杀的就不是他拜尺天 而是他的刀关兽 此刻刀关兽正躺在地上 早已没了气息 这刀关兽可是拜尺天的命根子 不知道为了他出了多少力气 现在被莫无忌如此随便的斩杀 拜尺天焉能不诺 莫无忌手中的灰色长刀在燃血之后 更加显得杀气旺盛 对莫无忌来说 这头刀关兽他是必杀的 若不是他对杀气敏感 又有瞬移的手段 刚才他可就被这刀关兽给暗算了 被刀关兽劈成两半 就算他不死也会落在拜尺天的手里 这等仇恨莫无忌岂能随便放过 再说 等会他和拜尺天拼命 这刀关兽在一边那是绝大的危险 所以一开始他就利用灵欲压制住刀关兽 然后对刀关兽施展了一个空间禁骨 一刀干掉了刀关兽 你给我死 愤怒至极的拜尺天直接祭出了手中的俘虏 赤铜金棍一卷起千万棍营 笼罩在莫无忌身上 两道由棍营组成的虚龙 张开巨口 一左一右将莫无忌的退入空间全部封住 若是莫无忌退 那就等于钻进了拜尺天的口袋 刀关兽被杀 拜尺天心中的愤怒可想而至 但拜尺天可不是只会愤怒的白痴 他同样知道莫无忌的厉害 否则的话不可能一刀就干掉了他的刀关兽 他的刀关兽尽管等级不高 可是来取无影无踪 是最难以捕捉的妖兽 能在和他对峙的前提下还一刀干掉刀关兽 哪怕是偷袭那也不是简单的事情 在这一刻他早就将莫无忌当成了生平大敌 不过莫无忌压根没想过退 他不但没有逃走 反而一拳轰出 直接跨向了拜尺天 莫无忌这一拳看似很轻松 实则并不简单 炙热的气息在空间中分裂出了一条通道 这一拳本来就是他的一道神通 猎狱拳 猎狱拳和拜尺天的两道虚空棍有轰在一处 虚空中的炸裂声音爆开 就好像鼠枚导弹集中在同一个地方爆炸 就连虚空也被炸出了一道道的波纹 真颤不已 因为莫无忌的猎狱拳阻拦 拜尺天的赤铜金棍发出了阵阵颤抖 被直接挡在了虚空之中 爆炸中的莫无忌浑然不顾自己的状况 抬手向拜尺天画出了一道玄奥的圆轮痕迹 莫无忌的杀手锏生死轮 生死轮一出一生一死再无退路 虚空在这一刻暗淡起来 拜尺天忽然很想静下来看看远处的风景 他很想停下来回想一下曾经的美好时光 他看见了一道美丽的圆轮 轮中有各种各样的色彩 这些色彩都是他曾经的好的辉煌与回忆 在同一时刻 他看见了这美丽轮盘中多了一道灰色色彩 这灰色的色彩就好像是失去了生机颜色 没有半点生气 这是一门神通 拜尺天刚想到这儿 就感觉那灰色色彩印到了自己的胸前 一种死亡的气息席卷而至 拜尺天眼里多出了一种恐惧 他后悔了 他后悔不应该来这儿拦住莫无忌 他后悔不应该刚才还要寄出一道死亡俘虏 想要扼杀莫无忌 若不是他刚才激发了那道死亡俘虏 他绝对不会现在一点逃亡的能力都没有 即便面对莫无忌那必杀的元轮 他也能够退走 可现在一切都完了 他发出去的俘虏再也受不回来 拜尺天总算是大好仙门的星级天才 在知道自己再也难逃一死之后 反倒是释然了 他的眼神变得安静 冷冷盯着施展出生死轮的莫无忌 杀了自己又如何 一样要给他陪葬 莫无忌施展出生死轮之后 一样是浑身一阵阵的虚弱 几乎在这同一时刻 他再次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莫无忌还没来得及顿走 就感觉到了一道冰寒气息 直接劈入了他的身体 尽管他的身体表面看起来 仍旧安然无恙 但莫无忌偏偏就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已经被劈开 下一刻莫无忌就惊骇起来 一道根本就捕捉不到的冰寒刀芒 渗透入他的体内 他的脉络是一条又一条 被这冰寒气息给裂开 这冰寒气息 每披裂一道脉络 威力就好像增长几个档子 不好 被暗算了 应该是一道俘虏暗算的他 若是此刻莫无忌还不知被人暗算 那就太蠢了 莫无忌敢肯定 若是他不赶紧找地方疗伤 一旦他的楚元落和楚神落 甚至是生姬落被伤害 那他就会步入眼前这个败赤天的后尘 一想到这儿 莫无忌直接抓过败赤天的戒指 神形一闪便从原处顿走 搬住箱之后 莫无忌不得不停下来 他体内的脉络被破坏得越来越厉害 所非他有楚元落和楚神落 他甚至根本逃不到这儿 尽管知道这里很危险 莫无忌也只能渗透到地下 同时进入了不朽界之中 生姬落不断开始修复被吞噬的生姬 楚元落和楚神落同时疯狂逆转 一边遏制体内寒芒的疯狂增长 一边修复被裂开的脉络 莫无忌离开并没有多久 他和败赤天战斗的地方 出现了一名黑衣青年 这黑衣青年的眼睛有些妖异 带着一种极为魅惑的光芒 他的目光落在了被莫无忌一刀劈杀的刀关兽身上 然后再移到了脸色灰白毫无声息的败赤天身上 两久之后 这黑衣青年才喃喃自语 果然强大 一个金仙修士被刀关兽偷袭 又被悬仙后继的败赤天正面攻击 居然还能斩杀败赤天与刀关兽 活着离开 哼 不过我知道你肯定是重创在身 否则不会连尸体都没有焚悔 既然如此 我就帮你一次 希望你不要被我找到 一旦被我找到 算你倒霉 黑衣青年说完 牌手丢出了两团火焰 将刀关兽和败赤天焚烧一空 然后便身形一闪 居然沿着莫无忌离开的方向 直接追了出去 半炷香的时间不大 他停了下来 而他停下的地方 距离莫无忌不朽界所在 只有属石掌之遥 这个时候 他的神念几乎是以渗透的方式 搜寻着这一片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